今年3月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刚刚全面掌权后不久 便发起了一轮针对外国企业的舆论攻势 中国官媒首先把目标对准了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指责苹果绕开保修期 对中国消费者采取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售后服务政策 同月 中国央视在年度315晚会上 曝光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销售的汽车DSG变速器存在质量问题 此番舆论攻势后 中国7月份开始把执法的斧头对准外国企业 先是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多家外国婴儿配方奶粉厂商发起了反垄断调查 指责这些企业存在垄断和定价过高行为 仅一个月后 包括格兰素史克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制药厂商 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反腐败调查 这些调查均导致相关外国厂商下调了他们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的价格 10月份 中国官媒再次向外国企业发难 这一次是世界著名咖啡连锁星巴克 中国央视在一则特别报道中称 星巴克在中国的定价过高 其利润率甚至高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区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时间到认为外国企业在中国遭到了不公正待遇 今年对外国企业来说并不是令人鼓舞的一年 的确 外国企业的某些行为可能的确是违法了 但是这些行为在中国公司当中也是司空见惯 某些行贿 腐败和定价行为在国企当中就更是习以为常了 然而只有外国企业成为中国政府打击的对象 多项调查都显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恶化 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中国经商环境调查报告显示 只有2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改善 打算扩大在华经营业务规模的企业仅有19%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项类似调查发现 经济增速放缓 经营成本上涨 不公平竞争环境和诸多政策上的障碍 使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热情减退 该组织副会长欧玉琳说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 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乐观程度有所下降 他们的态度更加谨慎了 虽然仍然认为中国市场能够像期待的那样出现转机 但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 但中国也在试图改善外国企业对中国的负面形象 10月下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 对20多个全球最大跨国企业的高管发表讲话时 赞扬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 他还表示 中国政府愿意倾听外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真知灼见 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外企表示善意当然是受欢迎的 但外企高管们更关心的是 越来越自信的中国政府是否会开放更多市场空间 同时给他们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外国企业感到心里没底 尽管他们对上海自贸区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关注 但目前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举措 对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11月中共召开了备受关注的18届三中全会 宣布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此外三中全会公报还提出要改革金融体系 放宽投资准入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以及扩大研编内陆开放等一系列 有利于外国企业的改革举措 但在华的外国企业似乎并没有对这些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原因是这些改革计划的背后缺乏后续的实施细节 而且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 外国企业对这个被称为总理李克强的孩子的重大改革项目 一直未能提起太多兴趣 截至11月末 前往自贸区注册的企业 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 外国企业还不及3% 仅有28家 美国知名中国经济观察人士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认为 在改革问题上 中国的决策者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 在北京的观察人士普遍持的观点是 中国领导人总是在谈论改革 但我们真的无法相信他们是否兑现承诺 因为毕竟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根深蒂固 改革的障碍重重 大家都很清楚中国领导人面临一场信任危机 美国的领导层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刚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在北京一场与美中两国商界领袖的早餐会上 发出警告说 改革的进程将是艰难的 他说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经济的转型 将不仅是艰难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VoA卫视林峰 华盛顿报道 有警告发出警告 合作字幕有少数值